好 我们等一下要教的软体叫做Wink W-I-N-K 那这个软体它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具 那我常常都叫做动静态的荧幕设置 荧幕录制 那像我的部落格里面 我的部落格里面呢 就有一个专属的Wink标签 W-I-N-K 那我先让老师看一下是说 就像我们今天跟老师们分享 虽然可能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介绍这个软体 可是你可以看我写的部落格里面 就这么多篇都是跟Wink有关 那但是呢 我并不是把Wink的软体讲得很详细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讲话是跳来跳去 就是我看到他的之后 我就想待会可以怎么用 所以你看文章比较都是属于 有一个应用的想法 怎么用声音 然后怎么用Wink来玩变脸 我也忘记我写过什么 这四年前写的东西了 不过呢你们放心 有一个人我们跟阿刚老师都很熟的 叫做澎湖人No.1 这个澎湖人老师呢 他就讲了很完整的Wink影片 什么意思呢各位先来听听看 下载跟安装这个 我们就点第一段 好那到这边为止就是说这个Wink它的简单介绍有完整的操作 好所以呢这个超连结我帮老师先贴到我们群组里面了这样可以吗 所以就说这个Wink我们今天也一定讲不完 因为我们更下面精彩的是要做APP 所以我只是我会把Wink帮大家装起来 然后呢我们让老师体会一下他跟all cam有什么不同 我会把这两个重点比较过 因为我觉得比较过之后你才会有一个取舍跟考虑 那如果您回去之后记得反正您有软体了嘛 那你想要把这个Wink好好的研究一下 就到这个标签这边来储存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到这边我先先让老师知道说 我们接着要来安装的是这个Wink2.0版 那Wink的英文是扎眼睛 就是我现在跟你死眼色有没有 这样抽筋一样这样 好我点两下了 那现在我有在all cam录影 所以我自己知道 那意思就是说你也实际上录一次 执行 待会就请老师从安装Wink开始 那如果软体还没下载的你再跟我讲一下 好那就按我同意 然后安装可以吗 好我同意install 这个阶段是英文 不过等一下可以换中文 乱跑好在这边等他跑完 那这个软体也是免费的 他不算自由软体但是他是免费软体 好然后要不要放在开始的功能表 各位记得debug mode 这个待会要记得好按4 然后他接着说要不要读说明文件 英文的谢谢再联络 所以就按for 好按下去 好装好了 所以装好了我们要去开 开这个软体 它是在开始的所有程式集里面 其实Wink7还蛮自动的 我刚不是跟你说扎眼睛吗 你们看这个像不像眼睛 睫毛 上睫毛 然后这是眼球 好那就点他 应该都会跟我出现一样的位置 那第一次呢 你就有点小可惜看到英文 所以第一次要成功的地方 就是file的选择语言的正体中文 这边要改过 安装好以后打开软体 先改语文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认识日本朋友 西班牙朋友 俄罗斯朋友 瑞典朋友 好举意 你就可以跟那个国家的小朋友 来互学语言 因为待会都是声音 好 这个想比较多了 来正体中文 先选它 然后按确定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软体怎么样 关掉 好我关 老师你看 我关掉这个软体了 关掉 再从开始的功能表 再开一次 终于看见可爱的 你认识的字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是先让老师要 OCam先暂时放着 那你就把这个Wink先装起来 好